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明廷 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 NLP的線上學院第二獎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NLP的大部分的技術都是由模仿而來的 那麼NLP的主要的一些步驟 也是仿效這些有效率的行為 以及在行為背後的認知過程 最重要的是NLP的模仿過程是 要包括找出大腦 也就是我們的New Law神經這個部分 它是如何藉由分析語言的型態 跟非語言的溝通來做運作 那麼這種分析結果 隨即會拜錄到循序漸進的策略或程式 NLP最重要在於它實質性的 NLP的概念跟訓練模式是著重在互動 跟經營學習的行形 也因此NLP才有辦法說 廣為人知 而且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 你覺得NLP是什麼 有朋友跟我分享說 他學完NLP之後 好像沒有像 他去上課之前 所看到的廣告那樣子 因為常常他看到的是一些宣傳說 NLP多棒多棒 但是等到他去上完課之後發現 沒有 請各位朋友您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可能不是他廣告的不實 那我也不能說是訓練課程的老師的問題 有些最重要的部分是 你要自己負擔一部分的責任 譬如說我在 在學習NLP的過程裡面 我深深覺得 NLP的Passing and Leading 是一套最棒的溝通技巧 甚至是一個催眠手法 我每次在跟人家分享這個部分的時候 以前我都是照著NLP的課程的 我在美國學的課程的講義這樣子 來教大家做練習 但接著我發現 過程當中 不管練習的是10分鐘 20分鐘30分鐘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這個部分 都沒辦法變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它不能變成是你的Programming 它頂多是在你的認知層次 也就是說 頂多是在你的Neural 這個部分而已 到Linguistic的應用可能 還不見得會有 所以我這幾年來 我在課程上面的練習 已經開始改變了 好 朋友 你要回去好好應用在生活上 因為只有應用在生活上 你才能夠漸漸覺得 NLP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好 那麼你看到了 這幾本書 這是NLP早期 在台灣的 世貿書版社所出版的幾本書 像《青蛙變王子》 《大腦操作手冊》 還有《改觀》 還有《改變你的未來》 這些 我想 台灣的竹書館應該可以記得到 但是很遺憾的是 這些書大概都是在1990年之前所寫的 我會講這些書 我只是提供你 將來你要學習的 看書的一些方向而已 早期這些書 是比較偏重於 完整的包括一些 如何操作的 這幾年的書 偏重的是在應用 應用這個部分的 我在想 假如朋友 你想 把NLP學好 我的建議是 你應該 把早期這些 歡迎的書 好好看一下 有機會 有機會 假如你希望把 NLP變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建議你還是要多看一些 比較基礎的一些書 那麼 在NLP早期 是由Jan Grinder跟Richard Bandler 他們模仿這幾個 像 那個 Satir Blaze Milton Alison 的行為 那麼 他們早期就出了一些書 像譬如說 那個Structure of Magical 那麼他們的第二本書就是 Alison 的催眠技巧 那麼 後來就被台灣 翻譯成 催眠天書 好 這些一系列書裡面 他們都是 Jan Grinder跟Bender 在這些書裡面 有包括一些 他們最初 所發表的 重要的一些元素 包括Meta Mode 表現系統 解讀線索 這邊的解讀線索 不只是眼睛解讀線索 也有 那個Body Action 還有以感言為主的語言 還有在Passing and Leading 然後Angering 然後Reframing 換框法 那 接下來就時間線 還有PK分離 狀況管理這些技巧 那個都是 非常棒的一些東西 那麼 Jan Grinder跟Risha Bender 他們早期 在1975年開始的時候 有好多個學生 跟他們一起來研究 那在這裡 有提到的第一個 拉斯里 拉斯里 就是後來的 Benderer的第一任老婆 那麼 Judy Delosha 也是Jan Grinder的老婆 那 Lobadius 還有David Golden 這裡我想 有機會的話 朋友你應該 可以去 聽聽他們的課 因為我知道 像現在 Robadius 有 這幾年有到大陸去講課 只不過 講課的 內容跟我以前 我在美國上的時候 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它比較偏重 在靈性這個層次上 好 那麼 這些字比較小 那麼 我只是在 跟朋友介紹 這幾個技巧 那麼 譬如說像 朋友你所看到的 Meta Program 在高階會 講到的轉換程式 這是由 Risha Benderer的老婆 拉斯里他們 所發展出來的 他有一本書 蠻有名的 但是 這本書 不是很好看 好 那 再來 Position Position 這個是 跟NLP的New Coding 這個是 Diloxia跟 Jan Grinder 他們在1987年 發展出來了 然後再來 認知策略跟信念系統 這個是在 Robadius 從他的母親 德魯來開始 然後 包括到他自己 得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 一個 麻狼種 好 然後再來 有刺感炎 這個是 David Golden 他在 1978年的時候 發展出來的刺感炎 跟營運 那麼 其他有一些 很棒的人 也是在NLP裡面 非常有貢獻 譬如說 像 Steve 和 這一對已經離婚的夫妻 他們在Colorado 我曾經去上過他們的課 他表現得很棒 在NLP領域裡面 賺最多錢的人 安東尼羅賓 就是去上他們的課的 Steve Andrew 那麼 Steve 雖然他本身 以前 他是一個玩型治療師 但是 他在講課的時候 還有包括他的書 其實是蠻好看的 因為循序漸進 也許是 傳統學院派的訓練酒了 所以有機會 朋友你可以去看看 Steve他們寫的書 那 Ted Epstein 這位 很遺憾的 已經大概在1995年 過世了 Tim Harben 跟Sushi Smith 還有 Ted James 目前仍然 活躍在舞台上 然後 Sushi Smith 專業在比較 著重在治療這個部分 那Tim Harben 跟Ted James 像Ted James來講 他在時間線這個部分 琢磨蠻多的 Tim Harben還有另外一個 沒有在寫在這邊的一個 Michael Hall 我要特別講 Michael Hall雖然 不算是早期的人物 比較後期 但Michael Hall 嗯 是這幾年大概是 著作上最多的一個人 那後面你看到 Shit Jefferson Shit Jefferson Shit Jefferson 這一位前輩 我會喜歡稱呼他前輩 是因為 其實早期 吸引我來 研究NLP的是 就是這一位前輩 因為 有一段時間 我對 把NLP用在 教育這個部分 的技巧 非常 我算是非常著迷的 所以基本上 Shit Jefferson的幾本書 我都看了 包括有一個 Toto Solution 基本上 台灣沒有歡迎 但 我覺得 學得很好 有機會 我推薦 一些朋友 看一下 他前幾本書 世貿大概歡迎了 三到四本 這本Solution 這本書世貿沒有歡迎 他的 尤其是關於在 兒童教育這個部分 是非常棒的 好 接著 那麼NLP的原則裡面 第一個當然就是 假設前提 這裡 你看到這兩條 但是下次我跟你談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會用六條 當大主軸 跟各位朋友分享 那 有朋友會說 欸 NLP假設前提 從Google上面 不是可以 最少可以找到十幾條嗎 甚至大陸也有一百條的嗎 你覺得呢 朋友 不管有幾條 這兩條 是早期大家都公認的 也是NLPU的課程裡面 就是這兩大條 其他每一大條裡面 會再細分一個 七八條的小細者 但是不管怎麼樣 NLP的假設前提是 直居在這兩個 大基礎之下 一個是地圖不等僵域 一個是身心是屬於 同一個系統的程序 下一次的開講 我們將以這個 為主要的 包括我介紹 如何去做一些練習 那 我也想跟朋友分享是 這幾年來 其實我一直在 NLP的假設前提 這個領域裡面 我發覺 光我用一個 NLP的假設前提 我可以把這一個 加上一個 Meta Mode 我發展出一套 NLP的談判技巧 好 也許你會說 那又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確實沒有怎麼樣 只是我覺得 欸 我光用只是一個 假設前提 我會發展很多 而且 所有NLP的技巧 一定是 隱含著 一條 或者是兩條 甚至多條的 NLP假設前提 假如 你看到有任何一個 NLP的技巧 沒有 隱含著 NLP的假設前提 在裡面 那麼 這就不是 NLP的技巧 好 我跟朋友分享這邊 那接下來 這上次有跟朋友提到 NLP的技巧 第一個是 你現在 所謂當下的狀況 是 你現在是什麼樣子 再強調一次 NLP絕對不強調一些 名詞化的 所謂名詞化指的是 譬如說 我們不給一個人 冠上一個 譬如說你是精神分裂症 你是 你是 憂鬱症 你是 躁鬱症 這一種 在NLP裡面強調的是 我們 並不把任何一個人的狀況 把它變成名詞化 因為這是在醫學上 他們常用的 但在心理學裡面 我們強調的是 狀態 譬如說一個 憂鬱症的人 可能在醫學上 在精神科裡面 在神經科或者是在心理師裡面 他是把它做成憂鬱症 但是在我們NLP的治療師裡面 你不可以這樣子講 在NLP強調的是 他憂鬱症發作的時候 你要問的是 當下狀態的時候 是變什麼樣子 譬如說他很可能是 心情低落 眼睛低疼 然後 可能胸口悶悶的 可能感覺到 前身無力 或者是 有些人也許會說 我感覺到想打人 或者是 不管怎麼樣 他會做很多 身體狀態的描述 這個叫做 我們在講 當下狀態 那麼這邊要 就要講到了 渴望心理狀態 需求的狀態 就牽涉到說 好OK 假設一個憂鬱症的傢伙 那他想要變什麼樣子 也許會想變得 他效果常開 頭 變得轉的 都是往上看 不管怎麼樣 那我們就要看看 這兩個當中 差的在哪裡 差多少 所以我們需要加進來一些 叫做適當的資源 去改變它 這就是NLP的技巧 最簡單的一個原理 那有機會 有機會 在這個部分 我會再跟朋友 好好的再講 更多的東西 光這裡 詳細講的話 應該可以再講個三個小時以上 那麼在近幾年來 NLP在專業領域當中 已經發展出一些 強有力的 溝通技巧跟改變的工具 跟技術 那麼這其中就包括 在下面的領域 像諮商 催眠療法 教育 健康 創造力 法力 經營管理 銷售 領導力 以及 這幾年 在大陸地區 應該說 在華人地區 最熱門的叫做 Coaching 教練這個技巧 好 那麼 在這裡我要 打個岔跟朋友講 在NLP的領域裡面 有三個 特質是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從這裡面你看到的 證據是什麼 還有 內在的反應 跟外在的行為 有沒有彈性 好 那這些我們分別 可以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跟朋友 再分享一些 更多的一些興趣 那麼 接下來我們要到下一個 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目前你在NLP這個領域裡面 你大概會看到 有這幾個 派別 其實 任何一個 久了還是會有派別 也許會有很多 那我們這麼講 最下面這個叫做 Pure NLP 所以Pure NLP 就是 Richard Bender 他在1981年 跟John Green 兩個人鬧翻了 打了官司之後 後來 搞到一些巴拉巴拉的 所有的NLP的專有權 但是 也不是真的專有權 然後 他從此之後 像這幾年 他在開的課 他就把他的 他講的叫做 言之言味的 Original的 純的NLP 好 基本上 他的課程在教的 譬如說 他同樣的 同樣的跟 他跟 Rober Diaz 他們的NLPU的 Preditioner 跟Master Preditioner的 認證差別在於 在 在 Richard Bender的課程 強調的是在 治療部分 他只教的是一些 最早期 大概在1985年 你看到的 書裡面的技巧 而絕大多數的技巧 都在1980年 已經開發完成的 好 所以他特別強調的是 他教的是一種 純正的 Original 言之言味的NLP 那麼 什麼叫做系統NLP呢 那麼 系統NLP是指的是 後來 Rober Diaz 跟Tab Epstein 他們在 1980年 在Santa Cruz 他們所提到的 那麼 這個系統NLP指的就是說 他把 控制論的 框架 強調生態平衡 以及 將系統思考技巧 更前面性的 帶入NLP 的實際演練之中 所以他加了很多 Glory Bateson的 控制論 然後 在NLP裡面 他也結合其他 以系統為主的 模式跟方法論 好 那 包括有自我組織理論 大部分的NLP的課程 是不會談到 這一部分 有機會再跟各位談 他談到自我組織理論 神經網絡技術 跟人工智慧這個部分 好 那麼 這個就是系統NLP 那麼 在 這裡我要跟各位提到 第一個叫New Coding 就是這幾年 大概在 2002年 2003年 本來轉到 商業界去的 Jung Green的 又重出江湖了 又重回來到 NLP這個陣營 所以New Coding 這個部分是在 NLP的 大概在 1985年 因為在 Rita Bender 跟Jung Green的 分家之後 然後 Judy Dilosia 跟Jung Green的 兩個人在 1980年之後 所開發出來的 其實大部分的 技巧是 在他們所寫的一本書 在1987年的一本書 叫 Turtle All The Way Done 烏龜回家 我喜歡把它叫做烏龜回家 而不是叫遠離 那麼 大量採用了 Glory Beddison 在系統理論的研究 那麼 New Coding的NLP 在狀態跟意識 跟潜意識這個部分 還有感知位置 都從描述這個部分 琢磨了很多 那麼 提出NLP的方法 跟工具的重整 他當然也是代表了 他跟 某一個部分 是在 跟 那個 Richard Bender 某一些劃分 那麼 New Coding的NLP 主要的焦點 集中在 系統要素間的互動 跟 關係 那麼 後來 1990年左右 因為 Judy的 跟Jung Green的婚姻 所以 他 又投入了 NLPU的陣營 好 那加入了 羅伯迪爾斯 跟 Tab-Ibston的 NLPU 那 在這裡面 他把一些 他在 包括在 Score Model的 然後 Logilever 這個部分 當然Logilever 大家都知道 這是羅伯迪爾斯 提出來的 但是他把他 他們一起合作 再把他發展的 更好一點 然後 在 Generation的NLP 就是 變成是立體的 NLP的 然後再來 Sorbate Synthes Sorbate Synthes 我不知道怎麼翻 但 我喜歡把它翻成 叫做 身體語法 好 那我知道 行有人把它翻譯成 身軀語法 好 那 這是透過身體的 一種感知方式 那麼 系統NLP的基本目的 在藉於 系統 透視將現有的NLP模式 跟特質 綜合並擴大 這是大概 在 這幾個最重要的 NLP的領域裡面 目前的派別 那麼接下來 我跟朋友大概介紹一下 NLP的練習中的角色 大概有 這四個 一個探索者 探索者指的就是 他探索他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所謂指導者 Guide 就指的就是知道 這個探索者的 那麼還有觀察者 還有Meta Person 這個課程 這裡面我要稍微提醒一下 所謂的指導者這一部分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角色 在NLP裡面 重點不在於 你給對方多好的 多好的 多棒的 建議 NLP強調的是 你要讓探索者自己去找到答案 因為只有自己找到答案 才是真正解決了 好 大部分 你來聽我的這個課程 你不見得會去上課 所以不見得對你有用 我講太多 沒有用 有機會 你上課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講一下 跟你講 在做這幾個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一些小細節 OK 好 那麼今天的課程 跟各位朋友分享到這裡 那我先預告一下 下一次我們將探討的是 NLP的假設前提 我蠻喜歡分享這個題目的 因為我一直有自信說 一個假設前提 時間讓我充分講的話 三天四天我都可以講來 但是我預定假設前提 我只預備 用同樣的大概30分鐘的時間把它講完 然後 我也希望說 我可以比較有系統的 跟各位朋友介紹一些 NLP的東西 好 那今天我們NLP的線上學院 NLP概念二 就講到這裡 各位朋友 我是蔡明廷 非常歡迎你 來跟我一起研究NLP 研究 讓我們生命更豐富的 謝謝你 拜拜